我看到有人問說 越南的男字是不是跟西夏文一樣 我覺得是也不是 那不是的點是因為西夏文或者是女真文 這一類的文字他們其實都是在 把中國字給打散 在重組 所以你看到他們的文字的結構 基本上其實都不太像是原始的這個中文字 雖然他們在分類上算是語數文字 但是我覺得他們比較接近拼音文字 語數呢就是一個字一個意思 它比較沒有這個拼寫關係 越南文的男字呢就是語數文字 而且男字的創造一直都在六書的規則裡面 下去合成心字 再來是越南其實有很多的借用文字 借它的意只是改了讀音 就例如說 這個詞 它其實就是力量跟見狼 那這個suk呢它原始的讀音其實就是 這個字 但在這邊因為他們就沒有再去創一個新字 就直接借用這個字的字型跟字意 然後改了越南語的固有詞讀音這樣子而已 組合起來就是健康 各位在過年期間真的要照顧好自己身體 因為診所都不會開門 你看 我這個字詞已經痛兩天了 前兩天總得跟豬頭一樣 各位保重 新年快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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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